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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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平身所结交的不是王侯就是公主 虽然在他临近晚年的时候 经历了安史之乱 受了很多的屈辱 但是呢 他幸存了下来 而且在弟弟的帮助下也官复原职 最后是做到了上书又臣 这样的人生总体上来说是很顺利的 可是在晚年的时候 王为回顾自己的一生 他是这样总结的 一生极许伤心事 不像空门何处消 王为为什么会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呢 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并不成功 而且还有很多伤心的事 我们平时对于王为啊 我们对他的印象其实是比较模糊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经常读到的 是那些快智人口的山水师 比如说王为有一句 人嫌贵花落 夜静春山空 这一句大家都知道 这一句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沉静 很空灵 对不对 我们从中呢 能够感受到一种赢者的气息 但是没有成熟的气息 我们很想知道在生活当中 王为是一个怎样的人 今天呀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了解王为的角度 那就是去读一读他和人打交道的那些诗 而这些诗里面 我认为最合适的莫过于王为的宋别诗了 宋别呢 本来是属于诗歌题材当中的一个单独的主题 和行律诗它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送别它也和旅行有关呀 对不对 一个人站在一个真图的这一头 目送自己所送的亲人友人离开 想象着亲人友人的旅程 这也是一种诗里 王为这一生送别过很多的人 在这些送别诗里面 他真实地表达着自己的情感 我们能够从这些 他讲出了自己心里话的诗里边 能够看到他的性格 他的为人 要知道送别对于古人来说 是比较痛苦的 长庭外古道边 古人在送别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种 生离死别这样的一个对照感 生离竟然和死别放在了一起 这是因为在古代交通不发达 这一去啊 有可能永生不能再见了 古人感慨知交凌落 感慨送别的凄凉 正是因为古代的时候 空间和时间的那种感受 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而在我们当代的生活当中 我们面对送别 可能有时候啊 是比较潦草的 我们觉得自己 不是特别地擅长送别 只是把自己的 所有的千言万语 放在了那个挥手的动作中 那我们从古人的送别诗当中 能够学到什么呢 我们或许能够学到一种 以一种直短情长的方式 去表达我们对有人的爱 对亲人的爱 好 我们今天呢 就来为大家讲三首 王维的送别诗 这三首送别诗里面 王维送的是不一样的人 说的也是不一样的话 而这样的诗句里面 能够让我们看到 王维的最真实的样子 让我们看一看 站在旅途的这一段的王维 他的目光是怎样的 是温柔的 是关怀的 还是其他的什么样子呢 我们也趁着了解 他的送别诗 我们来看看 王维是怎样把自己的人生 也写进了这些送别诗的 毕竟我们还有一个 大大的问号 他为什么就说 一身及许伤心事 不向空门何处消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首 在一个春天 有一个叫做 齐武浅的年轻人 来找王维 他告诉王维啊 今年的科考放榜了 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 非常的失落 这一下呢 要回到江南的老家去了 我们今天提起 齐武浅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 这个人没什么名气啊 但事实上 齐武浅在盛唐诗坛 是有他的一席之地的 盛唐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 英凡的人 他编了一部集子 叫和月英灵集 这个和月英灵集里面 选的就是当时 最优秀的诗人 在当时连杜甫这样的大诗人 还没有被试探 真正的承认呢 所以杜甫没有入选到 这个集子中 而齐武浅却入选了 我们也要说一下 和月英灵集里面 英灵这个意思 这个英灵不是说 我们现在理解的 那个鬼魂 灵魂这个意思 它是指当时的 最优秀的那些贤才 是山川日月之灵秀 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呢 齐武浅这样的一个诗人 可能在我们后来的 这样的诗歌讲述当中 容易被人忽略 但是他的名字 注定会被我们很多人都记住 为什么 因为王维去送别了 落地的时候的齐武浅 写下了一首 《送齐武浅落地还乡》 这首诗被选入了 《唐诗三百首》 王维和齐武浅的人生 从此就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告诉了王维自己 即将离开京城以后 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地点 来举行这个小小的告别仪式 一场友人之间的告别仪式 这个地方会在哪呢 很有可能是在 唐代长安的坝桥 坝桥啊 是坝水上的一座桥 这座桥呢 历史非常的悠久 有可能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呢 这条和尚就已经有桥了 到唐代的时候 这个桥历经多年的 这个重新的翻修啊 这个时候已经修成了一座 气派的石桥了 那当时大多数桥都是木桥 坝桥在当时啊 是唐代长安城内外的 这样的一个分界线 知道坝桥的朋友 都知道那个地方 有一个很特殊的植物 是什么 柳树 为什么说它特殊呢 因为柳树在坝桥这个地方 被赋予了离别的意义 古人为了表示那种 依依惜别之意 会折下柳枝送别 这也是他告别仪式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我们会看到有告别的酒 有告别的杨柳枝 当时啊 无数的离别在这个地方上演 还没有到秋天呢 那个柳枝就已经快折尽了 王维送别齐武浅的这个场景 这个气氛 应该不会特别的开心 齐武浅这个时候是闷闷不乐的 毕竟呢 他科考不顺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怎么样给他鼓励呢 怎么样给他关怀呢 王维就写下了一首诗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送齐武且落地还乡 圣代无影者 英灵尽来归 遂令东山客 不得顾彩微 既至君门远 熟云无道飞 江淮渡寒时 经落逢春衣 至久临长道 同心与我为 行当福贵照 未积福京非 远树带行客 孤村当落回 无谋事不用 无畏之音息 这首诗挺长的 但是呢 其实里面的经落 它是比较简单的 王维首先是鼓励齐武浅 他是怎么鼓励的呢 他让齐武浅相信 他生活在一个 积极向上的时代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都没有什么赢者 大家都不避世 就连那些 号称要去采威的人 他们都远道而来 积极投入到 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样的一句话 不但是让齐武浅 不再去抱怨 说是我生错了时代 而且呢 其实也是借这样的句子 来赞扬齐武浅 有赢者的那种高洁之心 接下来的话 更有意思 他说 既至军门远 熟云无道飞 你既然来到了长安城 你既然参加了这场考试 你就不要再去多想 觉得是不是我的这条道路 我选错了 是不是我所坚持的那些原则 那些思想有问题 不是这样的 你的选择是对的 所以这一句 仍然是给齐武浅 一种笃性时代的力量 再接下来 他在末尾的时候 说了一句 无谋是不用 不为之音息 这一句也是应和时代的 那既然你和时代 本身是一个这么好的关系 为什么在这次考试当中 你落榜了 失败了呢 可能还有一些偶然性 可能是因为你那些深思熟虑的计谋啊 可能恰好在这样的一个年头 恰好在这个时候 没有被得到看重 王维在这里 他给了齐武浅一种 关于时代的认知 关于时代和自己关系的认知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这是从思想观念的根底处啊 给了他一种安慰 那有观众朋友们肯定有困惑了 这不就是在讲大道理吗 如果两个人 交情没有那么深的人 好像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看看诗里面 其他的几个句子 这几个句子 表达了王维对齐武浅 那种阴阴的关切之情 他的写法是极为细腻的 他说呀 江淮渡寒时 金落冯春衣 这一句我觉得是 全世的灵魂之所在 这一句其实写的是 秋去春来 讲的其实是齐武浅 来赶考的这段漫长的时光 在这场漫长的时光里 齐武浅曾经付出了 他许多的努力 王维是知道的 那到了这样的一个春天 他没有获得自己 想要的那个结果 王维在这里用这样的一句话 一句讲述季节 节气的话 在为齐武浅分担 他的心里的苦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王维的心啊 他特别地细腻 他也讲到了这场送别 这就临长道 同心与我为 这是一种依依不舍 依依惜别 我和你明明有着 志同道合一般的 这样的深厚的友谊 可是今天 我们却要在这里道别了 在这里举起这杯 送别的酒 仍然是依依不舍之情 而后面他说 行当福贵照 未及福经非 远树带行客 孤村当落回 这几句写得太好了 好在哪里 他仿佛给了 齐武浅 一双关怀的眼睛 告诉他 你尽管往前走吧 我在背后 我在你的身后 我用最温暖的目光 关注着你这趟回乡之旅 我会在想象当中 看到你坐着船离开 我会在想象当中 想着你打开了 家里的篱笆的门 我也会想象 你披着远方的树 在你身上头下的影子 我会看到 你走过那些 有着落日余晖的孤村 这样的表达 给了齐武浅 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他就是告诉齐武浅 你这一趟回乡之旅 不是孤单的 我的目光 我的这种关怀 将始终陪伴着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 对失利者的送别当中 王维是多么地温柔敦厚 他所表达的这样的感情 也是哀而不伤的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首诗 就能够知道 王维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共情的人 在宋别齐武浅的时候 他或许想到了自己 王维呢 他是出生于公元701年 是武则天统治的时期 他是出生在蒲州 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的永济市 他是15岁的时候啊 就离开家乡 进京呢 要谋求仕途 参加科举考试 从15岁到21岁 考证进士的这段时间里 他也曾感受离家之苦 感受种种的漂泊 他写过一首诗 后来很著名 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 现在呢 我们人人都会 美风佳节 贝思青啊 这种诗句 我们现在念起来 会觉得很自然 自然到呢 就是我们也不会去 深究其中的情感 可是我们要想象一下 这是17岁的王维 他孤身在长安的时候 在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 写下的句子 我们就能够知道 王维的内心 他非常的细腻 而他的表达呢 永远是那么的平和 让你看不出 有那么深切的一种哀伤 或者是说一种忧愁 这就是王维 齐武浅后来 他怎么样了呢 他后来考中了进士 还当上了教书郎 齐武浅也是 圣唐山水田园师派 非常重要的诗人之一 那齐武浅后来的人生 能够游腻转顺 和王维的这份安慰 有关系吗 或许是有关系的 落地还乡账的旅行 原本是颓丧的 可是王维 却给了齐武浅 深深的安慰 也给他送起了一种 绵绵不绝的力量 这就是王维 长亭外 古道边 人间总是上演着离别 而离别的景象 又总是充满着惨淡哀愁的 而在古人那里 分别更是伴随着太多未知 且莫说从此天各一方徒流思念 更有可能事事忙忙 难再重逢 于是只能仓促地道一声珍重 把祝福写进送别的诗行 王维一生多次送人远行 临行时郑重畅愁 这些诗或豪情满怀 或哀婉忧伤 但他的诗里 总有一抹人间的暖色 这抹暖色正是王维送别诗的 与众不同之处 劝君更尽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在王维送别诗的字里行间 究竟洋溢着怎样的真情 对人生失利心情惆怅之人 他和风细雨 劝人自免 对于那些渴望建功立业的人 王维又是如何表达自己的关怀之情的呢 我们再来看一首 我们很熟悉的《宋元二诗安息》 这首诗啊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都会背太朗朗上口了 太朗朗上口的诗啊 读起来的时候呢 存在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不再去深究里面 到底是什么意思 于是呢 就遗漏了很多 我们能够跟这首诗共情的那样的一个机会 今天我们让自己的速度慢下来 我们来好好品味 王维对元二的送别 这位朋友姓元 他的排行呢是二 我们下面来看这首诗 魏晨昭雨亦清晨 客舍清清柳色星 劝君更尽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我们来打开自己的想象 想象王维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 送别这位朋友 这也是一个春天 他们是在魏晨这个地方告别的 王维清晨起来的时候 他感受到了那种春风的 一丝微寒 他仿佛闻到了空气当中的一丝泥土的味道 原来刚刚下过春雨 此时他抬头望向客舍边的树 那是柳树 柳树正在长出新的芽 这样的一个万物萌发的季节 王维在这个时候去送别自己的朋友 他在想象什么 如果我们只读字面的意思的话 我们可能很难准确地猜出 他们此时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地理解 可能王维这个时候 是不是说了一句调侃的话 你赶紧喝下这一杯酒吧 等你出了阳关 那边是没有朋友陪你喝的哦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或许也可以 从字面上 好像是一场很欢欣的送别 毕竟这是一场壮行 这位叫圆儿的朋友他为什么要去西边呢 为什么要出阳关去边赛呢 我们是说过的 在盛唐时代 有很多文人 有很多世子啊 他们希望去边疆立功 去建业 希望呢 能够让自己的人生 拥有一份傲人的事业 所以当时啊 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希望能够去冒险 去前往边赛 去那些地方呢 去找到自己人生的新的出路 在这样的一场壮行当中 或许气氛是欢欣的 可是我们读诗呢 不能光看句子 我们也要了解这首诗的背景 这首诗我们现在 把它的诗题叫做 宋元二世安息 但我们要知道 它还有另外一个题目 叫什么 叫魏晨曲 是个曲子 而这首曲子啊 它的调子 是特别悲凉的 悲凉到什么地步呢 直到晚唐的时候 李商隐形容这首 魏晨曲是什么 《断肠声》里唱阳观 当我们知道了这首诗 这样一个凄凉的背景以后 我们理解它的这个诗意 就不同了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很忧愁的 充满悲伤的送别场景 王伟所说的这一句 劝君更进一杯酒 吸出阳观无故人 其实包含着他的担忧 你出了阳观 那边就是大漠孤烟之 长河落日远了 你出了阳观 那边可能没有像 我们这一群好朋友一样 理解你 懂得你 就像你的知己一样了 喝下这杯酒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相聚 所以我们要看到 宋云二世安息当中 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 王伟为什么能够在 宋别远去边塞的朋友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种很浓郁的 就像划不开的 忧愁一样的状态呢 是因为他也去过边塞 他了解边塞 开云二十五年的时候 他曾经以监察御史的身份 前往梁州这一带 去卫边 后来他还留在了河西 做节度判官 在那样的一个地方 他写下了很多的边塞史 那是王伟的第一次出塞 所以他了解 边疆战士的监管 所以在宋别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王伟始终让自己的生命的体验 融进这些诗歌当中 融进这样的一种 宋别的情绪当中 在王伟所有的宋别诗当中 我觉得有一首诗 比前面这两首 前面这两首 一首是劝勉 一首是壮行 同时又表达着自己的忧愁 和一首诗 和这两首都不一样 那首诗可能更加的能够体现 王伟如何是在宋别的时候 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 对自己人生的理解写进去 这首是特别简单 它就叫宋别 它也选入了唐诗三白首 我们来看这首宋别 下马饮君酒 问君何所知 君言不得意 归卧南山垂 但去莫复问 白云无尽时 这场宋别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们可以想象 它好像非常的仓促 王伟好像急匆匆地 骑着马过来了 是举着杯子 喝这个宋别酒的时候 竟然还不知道 这位朋友他要去哪 他们只是在告别 他就问对方啊 你要去哪啊这一去 你为什么要离开长安啊 结果他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 君言不得意 归卧南山垂 我的日子过得太不顺心了 所以呢 我要去隐居 我要去南山的深处 安放我自己此后的人生 这样的一场宋别 他同样充满了很深的意韵 而最后一句 更加给人留下漫长的余味 他说但去莫复问 白云无尽时 这同样是这位朋友发出来的 你就不要再问了 我以后也不会再回来了 这个白云无尽时 一方面是空间上的 我隐居在那南山的深处 在那白云深处 你找不到我了 另外呢 它也是时间上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 白云无尽时 是指我这个隐居的时间呀 很长很长 有可能此后的余生 我们都很难相见了 这首诗只有这样短短的几句 但是它的余味非常的长 对不对 它充满着一种 对世道的怨愤 它也充满着一种 对人生的失望 我们读之首诗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了一种 消极之感 作为才华横溢的才子 时代的宠儿 王维一度豪情半仗 期待能够在盛世大堂的舞台上 一展心中宏图大志 然而 在他的送别一诗中 却处处流露出悲观失望的苦涩情绪 但去莫复问 白云无尽时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王维有如此消极的情绪 他这首送别诗又是送给谁的呢 其实这样的诗 从王维的笔下写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王维的人生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色彩 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说过 王维对自己人生的概括是什么 一生极许伤心事 不像空门河出销 这样的消极的诗的背后 有可能制住的是 王维自己对人生的一番理解 所以这首诗啊 我常常说 它有可能不是在送别一个 什么具体的人 你看他这首诗 它就不是一个场合诗 从诗题到诗里边的内容 都没有说是送谁 这首诗很有可能呢 跟王维自己内心的心意 是最接近的 王维一生极许伤心事 到底有多少伤心事呢 我们可以跟大家呀 简单的来讲一讲 我们说过 王维二十一岁的时候 就中了禁食 这可了不得 如此的年轻 其实刚当上禁食以后 命运就给过王维一记 响亮的耳光 当时他当的是太阅尘 王维他是一个 非常有音乐才华的 这样的一个青年 在音乐记忆上 无与伦比 在那个时代 绝对是一等一的高手 那王维身负才华 可是这个响亮的耳光 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因为他在当太阅尘的时候 在管理太阅的时候 有一些阅工啊 不太守规矩 有一个人就捂了黄狮子 这个黄狮子捂啊 据说呢 是只可以让皇帝一人去看的 那么这就是一种僭越 传说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 王维就被贬了 贬到冀州去了 被赶出了京城 本来前途一片大好 因为这样的一个连带的责任 王维受到了惩罚 王维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们可以去想象 这样的打击 可能比齐武浅落榜啊 比元二使安息啊 还要深 因为人生刚刚开头啊 就接受这样一个打击 陷入一个巨大的深渊 一个空洞当中 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样 走出这样的黑暗 在贬为冀州 私仓参军以后呢 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 王维其实都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消极的 他感叹自己是 穷边寻微路 就是为了一点点的薪水 很可怜的在这些地方奔波 而且在王维三十多岁的时候 他的妻子去世了 王维后来有一段时间呢 就隐居其上 大概在他三十四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朝野之上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宰相 那就是张九龄 张九龄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 王维非常的认可他 王维在当时啊 就写了很多干叶诗 给张九龄 张九龄呢 也非常重视 王维这样的人才 他们两个人之间是 心心相惜的 可是在盛唐时代 我们知道 在安史之乱之前的 一段时间里 政治已经开始 走向腐败了 这个时候 那位不卖公器 为苍生谋的张九龄 就受到了排挤 受到了李林甫的排挤 这场排挤啊 对于张九龄来说 打击是一连串的 先是霸之正式 然后呢 又扁到了荆州 张九龄的 这样的仕途急转直下 也影响了很多 支持他的年轻人 王维应该也是其中之一 王维在那一段时间里 他的心绪是非常非常地低迷的 整个人振作不起来 他仿佛看到了这个时代 一个盛名的时代 好像在离自己远去 所以啊 在当时 他已经萌生出了一种 隐异的思想 他就说 自顾无偿策 空之反就灵 我面对这乱糟糟的局面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只知道 要不我就逃了吧 我就躲了吧 我就去那深山老林里面去 去我自己的那个 别墅山庄里面去 做一个远离这些纷扰的人吧 所以晚年的时候 王维呢 他其实远离了正式 生活总是如此 充满了挑战 充满了意外 接连的遭遇打击 令王维心灰意冷 虽有一身的才华 和满腔报国之志 但命运似乎总是跟他过不去 一生极许伤心事 不想空门何处消 此时的王维已无更多的念想 只求能有一处安静的地方 安顿自己疲惫的心神 然而令王维没有想到的是 一个更大的劫难 在前方等待着他 请继续收看 大唐诗旅第十一集 道中送别 正当他以为自己的生活 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维系的时候 天宝十四载 安时之乱爆发 大部队是唐玄宗 带着他的妃子 他的后宫 他的这些随从 前往了四川逃难 那王维呢 他是滞留在长安城中 就被贼人获取了 王维呢 就被搬受了尾官 这些叛军呢 是把一群这样的高官贵重呢 移到了洛阳 在洛阳那个地方关起来 王维在这个地方 他非常的伤心 非常的绝望 他为了不去配合叛军 他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呢 他让自己吃下一种 让自己能够得虐疾的药 这个时候王维已经五十六岁了 他吃下这个药 让自己生病 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我们可以想见 王维此时是拿自己的生命 在抗争 因为他知道 自己那个清白的生育 很可能已经保不住了 在这个时候 他只能尽可能地 让自己的生命得到保全 坚决不和伟观合作 当时发生了一件 非常非常悲壮的事情 王维知道了以后 大受震动 是什么事情呢 是当时有一个 唐玄宗非常喜爱的一个乐公 叫雷海青 这个人是在乐记上 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记忆很高超的 当时叛军就让这些黎原子弟 让雷海青这些人 去为他们的宴会奏乐 雷海青誓死不从 他反而是抱起自己的琵琶 去击打叛军 可是结果呢 他当即就被斩杀了 雷海青这样的一个反抗举动 实在是太悲壮 这个故事传到王维耳朵里的时候 他无比痛苦 他的心就像在流血一样啊 于是他写下了一首 非常非常伤心的诗 这首诗就是 菩提斯敬陪迪来相看 这首诗是这么说的 万户伤心身也焉 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怀夜落空宫里 宁闭池头奏管弦 每当想起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王维非常非常的绝望 他就在想 什么时候还能够回到那个 百官朝天那个正常的日子中啊 槐花落在没有了皇帝的这个空宫里 这首诗饱含了他对唐玄宗的思念 饱含了他对大唐的感情 这首诗后来也成为了他能够信念下来的一个证据 等到他宿宗回朝 那他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这个肃清啊 当时呢去当了伟官的人 那肯定是要受到惩罚的 当时啊他的弟弟王静就去帮他说情 而这首写 宁闭池头奏管弦的诗 就被当作是王维当时 在反抗的一个证据 王维确实后来得到了宿宗的谅解 而且从前元元年到上元二年 王维的官是越风越大 一直到上书有成 可是此时回顾自己的一生 王维并不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 他感受到了时光的这样的匆匆流逝 他写下的诗句里面说 素兮朱颜沉默齿 须于白发便垂条 这是在感受一事无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去实现 自己曾经的那样的理想 也是在这首诗当中 他伸出了一身疾取伤心事 不向空门何处消这样的情绪 王维在他去世前的一年 他是上书奏表 他说自己想归隐田园 他想让自己仍然在境外的地底 能回来和自己团聚 此后他归隐在网川别墅 写那些最干净的最空灵的诗 在那样的时刻 他仿佛实现了当初送别那位 不知名的友人的时候的那句话 白云无尽时 在享受着余生的那种悠长的时光 所以我们读王维的诗啊 要知道在那些表面空灵的句子背后 是王维最激荡的情感 是他最丰富的人生经历 是他在一场场送别他人人生的时候 所写下的给自己的心语 好了 今天关于王维的送别诗 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